有什么点点给你饭 出来给你拼 重点是这个窩里反 我的消息的人告诉我 很多人把窩里反 只指就是王津平 那我很肯定的告诉你 王院长绝对不是窩里反 昨天也试图打一个电话 去问了一下院长旁边的一位朋友 那我等一下再进一步跟大家报告 我个人解读这整个新闻脉络是这样 之前静周刊有一个报道 说韩市长意志消沉又失眠 结果他就开直播 开直播没有办法解决失眠 要去找精神科医师 韩国瑜切心全因为他发觉 蓝营里面有人给我窩里反 那这个当然就像标题 李嘉峰韩兵主导反制 说什么点点给你拼 出来给你拼 重点是这个窩里反 我的消息的人告诉我 很多人把窩里反 只指就是王津平 那我很肯定的告诉你 王院长绝对不是窩里反 十七每天在这个节目 当初我拿这个手板 我还跟韩市长说市长报告 跟您报告 如果你想了解谁窩里反 我名单我有 我告诉你 到现在电话还是没有打通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谈韩国瑜罢这个罢名投票 王津平说 他之前在4月22号讲 他说国民党不能有破口 他说万一被罢名掉 整个南台湾国民党的骨牌效应就产生 胖胖胖 装倒 議員倒在外倒 包括基杉那些什么有的没的 装倒就对了 所以他说破口要堵住 那有人从那边开始解释 这堵破口不就是要站出来挺韩国瑜吗 你真的认为这两个是一个等号吗 我堵国民党的破口 等于就是我要拉住韩国瑜 我们再往下思考看看 这很有趣的一个解释 王津平出手了 最新的新闻在5月7号 化解本土来的气氛 传有人放话支持霸函 因为有本土说 整个韩国瑜放下去了 跟他当中的这些铁达年 是看要死在头等舱 还是死在平民舱里面 都没差别 我们死的就对了 的这些话我都听过 但我跟你保证 都不是王院长讲的 所以重点要化解本土来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本土来对于 韩国瑜市场被罢免的这件事情 是不合作的 是犹豫的 是有其他想法的 怎么会去检讨本土来呢 是韩国瑜你的路线 不是本土来吗 解铃还需细铃人 国民党的本土路线 最后的命脉就是在南台湾 结果你的韩国瑜是得不到 国民党最后本土命脉的 这群朋友们的认同 你现在抓一个叫王金平 那个窩里帆 这个啦 贱鬼 我昨天打这电话问 人家怎么 星平市有跟我讲 文家 白蜜应该是会贵 不要说白蜜贵 说是我们没收听 并且我们拿牌 黑锅 白黑锅 他为什么很多人讨厌他 很多人喜欢他 很简单 因为他的阳边有个大方块 有个大口 代表他这个机可以很化水的肩膀 所以他同辈支持者很多 老师 这我大胆推荐个问题 你可以不要回答 那您预言 一定会 他这个名词 这个韩国瑜 从这个性命学角度 把变对袭 我记得 我想身为一个性命学老师 我是 刚刚文家说 我是业余 其实我过去这四年多是 专职 专职 那我上次上光琴的节目 也有论过他的名 在选前 我讲个事情 我第一个韩国瑜一定败选 那当然另外一个命力老师 张维忠同学 我没有讲名字 我知道 他说他会大赢60万票 大赢60万 我在脸书上跟他讲 如果韩国瑜赢一票 我退出秘密圈 OK好 OK好来 那罢免呢 罢免呢 你直接跟我们答案 因为时间不多来 好来 罢免的话 我告诉你 必须已经得过